进球网的阿仙奴跟队记者Charles Watts报道,傅安健阳将在接下来的几天接受伤病评估。 傅安健阳在今天凌晨阿仙奴一比零击败苏黎世的比赛中受伤,记者称,现在对于证明日本国角能否参加世界杯有了真正的担忧。 阿迪达在赛后并为对球员商请给出一个明确答复,只表示是肌肉受伤。 傅安健阳将在未来几天接受评估,看看具体伤到什么程度。